哈嘍大家好,歡迎再次收看Viu的玩具教室 這是我們第六集的節目 那好久沒有錄 邊江以外的 玩具的介紹影片了 好,前一陣子的話基本上就是有 一有時間就是錄邊江的 分享影片了,不太會 去拿一些其他玩具來 可以做一個分享 好,那為什麼今天要分享 其他玩具呢? 主要是因為剛剛 我跑去 跑去HOLA買了那個 組合櫃,就是要放變形金剛的 那因為剛才裝完有點累 所以不太想要 現在來分享,因為想錄影片 可是又不太想要分享變形金剛 因為分享變形金剛要有一個 介紹變形的過程會比較累 好,那所以就利用這段時間呢 然後各位介紹這個 就是不需要變形的一個玩具 它是一個 A Sword Kingdom 就是裡面的一個 鋼彈 是日本的一個食丸 A Sword Kingdom 那 食丸嘛 雖然裡面會有 它裡面的食物是一顆口香糖 OK 好,它是一個超可動系列的鋼彈 算是 模型吧 不大啦 那 如果你是從 在台灣這邊的 大賣場買 這個食丸的話呢 你其實可以去大賣場 的糖果去看看 說不定會有 這個食丸 A Sword Kingdom這個系列 那 台灣這邊的話 你在大賣場買的話 絕對不會給你付口香糖 它盒子外面會貼說裡面沒有附帶 口香糖喔 可是呢 如果你是去那種 就是 日本產品專賣店的話呢 台南這邊其實就有一間 那 它 會 裡面就會有附帶 就是這種食丸裡面就會有附帶那個 口香糖喔 那我基本上都是買有附帶口香糖的 好,因為我比較少會去大賣場買這種 這種 小 模型小食丸吧 那 大部分 如果你要去買那種就是直接從日本帶回來 來賣的那種 日本玩具專賣店的話 基本上都是 一套一套買 不太可能會單獨賣 所以它一套四支 就是這樣子的超可動的 鋼彈模型 那 之後的話呢 可能還會有機會跟各位分享 其他的一些 同樣是這個 Salt Kingdom 這個系列裡頭的超可動的 鋼彈喔 那今天呢 我們先來分享這個 就是 算是鋼彈裡頭的雜兵吧 就是綠薩克 OK 就是 綠薩克 OK 這個 很常出現啦 這個 我個人的話呢 在鋼彈裡頭 我就是不曉得為什麼就特別喜歡獨眼的 所以 我們今天第一次分享這個Salt Kingdom 這個系列的玩具的話 我們就先從 獨眼的一個 鋼彈來分享吧 就是 薩克嘛 大家應該比較熟悉 那他是一個獨眼的 鋼彈OK 好 那這個系列的話就是 超可動嘛 就是他的關節 可動 是非常好的 這個 我們先看一下他一個體型 體型的話其實不大 這個現在網拍上基本上都還是可以買得到 他的體型其實很小一個 這個是 變金鋼的玩具喔 這個是 轟天雷 那 呃 他的體型就是 好 很小一個啦 不過 非常的精美喔 不管是哪一款這個Salt Kingdom的鋼彈 都非常的精美 那他的口香腸很好吃 好 那 我們先 講他的可動 等下再給各位看他的細節 可動方面的話呢 我們先把這個武器拆掉 等一下再給各位看他的配件 OK 好 頭部的話這邊是一個球形關節 那整顆頭的話呢 360OK 他可以換一顆頭 他有附帶兩個頭 OK 一個是頭上有腳頭 一個是頭上沒腳頭 我是習慣給他放沒有這個腳頭 你如果希望他放 有腳這個頭上也是行的通啦 只是我是比較喜歡 讓他 放 沒有腳頭 因為有腳頭我習慣就是 紅薩克 才會有腳嘛 那綠薩克這邊的話就是整個是平的 所以我習慣這樣放 OK 那那個這個 呃這個 有腳這個頭的話平常就是白邊了 他也沒有另外的一個收納 好 那 可動的話這邊是球形關節嘛 腰部的話呢 也是有一個關節可以做個旋轉 手這邊也是一個球形關節 那這個盾牌的話呢 也是一個球形關節可以動 然後 他其實實際上使用了非常多球形關節 軸部的話 可以超過90度 這個手的話 基本上都是可以拆下來的 他有附帶不同的手 等一下再跟各位做個展示 那另外一邊這個是 這邊張開 張開手的一個 這邊這個手的話是 張開了一個版本 那這邊是一個握拳 就是可以讓你握武器啦 那這個地方也可以動 然後膝蓋的話 彎曲是可以超過 欸不行超過90 是這裡也可以動 這邊有個球形關節 所以整個這樣 往後踢可以踢超過90 往前的話膝蓋就不能 不能往前 這應該是廢話 這個能往前的話會比較奇怪啦 對 這樣就不符合人體工學 可以說這本來就不是人嘛 對不對 好 那這邊的話這個 這個 這個 就是他的一個 氣管的部分 其實好像不是氣管啦 這裡這個才是氣管 我不曉得這是什麼 反正就是他一個管路啦 那他這個不是軟膠 他是一個 就是往後的時候 這一塊 這個管路會縮進去這個裡面 可能比較軟的塑膠 可是沒有到軟膠那麼軟 然後 這邊的話 腳 這邊可動也是非常好的 接地關節也都是有的 那就是一個超可動系列嘛 他不是變形金剛 不需要講究到說 就不需要 很有一個變形的存在 所以他的一個關節可以 就是盡可能的放 一大堆的關節進去吧 OK 下面這個洞的話呢 各位應該有注意到 腳底板有個洞 有兩個洞 各一邊 兩邊各有一個洞 屁股這個地方也有一個洞 那這個洞的話 他只有附帶一個 腳架 腳架就 不特別拿出來了 反正 腳架也 也不需要做一個展示吧 我們以 主體為主好了 那 本身附帶的配件呢 除了這個 還有另外一個腦袋以外呢 還有附帶剛剛我們一開始看到這把槍 這個是綠薩克 基本的一個配件吧 OK好 那薩克 薩克基本上都拿這種槍吧 幾乎都有拿這種槍 好 那這個手 一手 就是用握拳的才能讓他拿 另外一邊的話就要他拖著槍 就是要用這種 張開的手 好 這樣會 比較好看吧 這樣 就像這樣 然後這個 盾牌可以 然後因為有地心引力 所以要讓他往下吹 可以這樣 OK 好 這樣呢就擺出一個很帥氣的pose啦 那他除了附帶這把槍以外呢 還有附帶 其他兩個武器 這個的話是一個斧頭 薩克也是都有斧頭的 斧頭的部分也是可以讓他握 也是很帥 OK 這個 就是很帥 這邊的話有個洞 你可以讓他扣這個斧頭在身上 就像這樣扣的 OK 好 然後還有附帶一把這個 長的槍那長的槍那不是只要你這樣握的 他有附帶其他的手 像是這邊有一個就是另外一隻手張開的 樣子 OK 好 然後還有一個就是這邊這個是這邊這隻手握拳的樣子 還有一個就是這個是往下垂的手 那我們在握這把長槍的時候必須要把 他變成向下垂的手 才能讓他 握起來比較好看 稍微 往裡面轉 OK 好 然後呢這個地方就這樣 扣進去 其實我有點忘記當初是怎麼握的 讓我回想一下 好像是這樣過去嗎 還是怎麼樣其實 我已經不太記得 當初是怎麼握的吧 他好像有一個 Pose 可是我突然 突然間啊 是這樣嗎 已經忘記了所以就這樣拿來 這樣拿來行吧 反正我印象中就是 你要拿這把大槍的時候是要用 彎下來這隻手 那他有一個 Pose我有點忘記是怎麼樣了就是 好吧算了就是 跟各位講說就是這把長槍花握的話就是用這個 槍下垂的手啦 你看 你看這樣可以這樣 那當然也是可以用原本的這個 這個手 也可以啦 那可能會比較容易去 比較會限制到他一個 軸部啊對就是 會限制到軸部的一個 關節的一個彎曲怎麼會擋到 所以呢 嗯 就是如果要握這個長槍就是要用這個吧 OK 可是 我不太喜歡握這個長槍啦 最好的一個 應該說我最喜歡不是最好啦 我最喜歡的一個擺放方式是就讓他拿這把 這把槍 然後 另外一邊用攤開的就可以讓他拖著槍 這邊的話再掛個斧頭就很帥了那 這些有的沒有的配件呢我們就先放到一邊啦 本身的話這個 這個系列的話 他並不是以塗裝 勝出他是一個可動勝出 所以他塗裝就沒有說非常的精美 可是呢 細節的刻畫都是有的啦 那這種塗裝什麼的啦 基本上就 就沒有說非常 多啦 但你如果要讓他畫墨線也行啦 可是他也沒沒幾個地方能讓你畫墨線吧 好 那 嗯 就是這樣吧 那頭部的話我們看近看一下好了 這大頭眼鏡的話是有做出來一個 單眼 他是獨眼的一個鋼彈 OK薩克都是獨眼的 那 眼鏡不能像動畫以後那樣動來動去是不行的啦 那因為只是一個小小的一個實彎 實彎以實彎來講做成這樣就非常非常非常 令人 讚嘆不已了吧 這樣子的一個實彎這個實彎的話其實有點貴啦 不過 其實他就等於是感覺像是買一個小模型 因為他實彎也不是說是什麼餅乾什麼的他就只是一顆 口香糖並不是有那種實彎就是感覺你是買食物送玩具 他是買玩具送食物這種感覺 OK好那裙甲的話呢你在 往前踢的時候這個裙甲會自己 就是被踢開這樣子 這個裙甲是軟腳件 嗯好 整體來說的話就是塗裝比較少一點可是呢我覺得他是一個 就這個系列的話個人非常推薦的 非常不錯的一個系列可動方面 真的是令人嘆為觀止 這個後面的話有有一個噴射 這個是 噴射背包還是什麼之類的吧 好 因為我對鋼彈不是非常了解啦 所以如果有說錯說錯 的話呢各位可以在下面給我指證啦 OK好那就是這樣子吧就只是 單單喜歡鋼彈這種東西 我對他的一個 細部動畫啦什麼的我基本都沒有 基本上都沒有看完啦 OK就是 還是比較喜歡被人家可是因為我覺得鋼彈很帥嘛 那買模型 組裝模型也可以訓練你的耐心吧 所以我當然也是有玩模型啦 OK 但我不是那種很資深的鋼彈玩家只是 就是個鋼彈 愛好者吧 好 那大概就這樣 那今天節目呢就跟各位介紹 那先來觀賞 我們下一集再見囉 拜拜